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汉字结构规律 很多朋友呢,在书写汉字的时候呢,容易显得俗套 就像规范字打印字体 我前面也有朋友提到 像我前面分享的这些规范字的写法呢 就显得俗套了,对吧 但是呢,如果说从汉那个书法的角度出发的话呢 尽量不要写成这种四平八文的 今天呢,我这里呢,主要分享的就是针对于汉字当中 撇纳组合出现在下方的时候的一些变化 这种变化呢,主要是撇短纳长 撇话要收缩,纳话要舒展 这里呢,我主要列举了五个字 文、天、有、六和女 这几个字 六和女呢,它下面这个地方是长点 或者是反纳 都是可以的 可以默认为纳话 好,我们具体的先看第一个字 文 这个文字呢,它的撇话比较长 纳话呢,也没有得到舒展 那么这么写的话,整个字是比较平正的 对吧,中心的比较平稳 但是呢,这个字还是有所欠缺 看着呢,总没有一种美感 那么这种字呢,这种字这么处理呢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第一个点画呢,是右点,问题不太大 好,这个横画呢,我们处理的时候可以处理的更为倾斜一些 角度更大 注意点和横之间的距离 清晰的角度更大 然后在写这个撇话的时候呢 要注意,撇话呢,不是偏右边 而是略微偏左边 几乎是在这个点的正下方 稍微说到偏右边一点点的位置 整个撇话呢,比前面写的这种呢 弧度更大一些 长度缩短 几乎是平着出缝 不要斜着往下出缝 整个呢,撇话的高度写的低一点点 好,那会儿呢,整个笔画进行舒展 这样子写 这样来说呢,它的一个变化就比这个要更为明显一些 看着呢,更为舒爽一点点 也会有一些特征,相应的特点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字,天 天这个字呢,也一样 笔画呢,触方太长,应该稍微短一点点 那么我们把这个字来看一遍 注意这两个横呢,间距会比较大 而且呢,长短上面的变化呢 有一点,但是不太明显 第二个横画呢,稍稍长一点点 末端这个地方呢,不要出头太多 我来书写一遍 撇话呢,也是偏左边 平着出风,那会儿呢,书着 这个样子 其实上面这个字呢,我在书写的时候 也差不多写出来这种撇收纳缩的 不知道那个,撇收纳展的这种情况 但是呢,还有很多朋友他容易把这个撇花写得很直 对吧,这是竖撇,竖弯撇,不能写太直 如果说出离这种,弧度比较大 而且呢,长度比较短的这种呢 会相对的好一些 另外写这个天的时候,要注意这个横 这个横,还有这个撇花 收笔的,他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儿,这儿 这三个地方的一个间距 好,再看这个朋友的友 友字呢,也一样 友字呢,在书写的第一个写撇呢 没法收缩 它的收缩呢,主要在于横撇的这个撇花 这个撇呢,应该是胡弯撇 不要写太直 也是要调整弧度和长度 来做一个变化 我这里也进行一个书写 皮划弧度比较大 那会儿呢,往下写下完写 舒展一些 这样子 这样写呢,比上面这个也会感觉好一点 好,再看这个六 六呢,下面这个撇的末端和这个点的末端呢 几乎是水平平齐的 这样处理整个字呢,问题不太大 对吧 但是呢,我们看一下下面这种写法 可能会更好一点 横画清晰的比较大啊 撇花非常短 非常短 然后呢,点花写长 这个点花呢,比这边要舒展 这种呢,其实呢 不管是在形书还是楷书当中啊 这种方法都是可以通用的 待会儿我给大家列举一个形书 做一个分析 好,这是六字 然后再看这个女 女孩的女呢,也一样 这个撇花太长 对吧 这个那会儿呢,没有得到凸显 写的时候呢,追这个横画呢,也要 追一个斜平 倾斜度更大一些 撇是由重到轻啊 平但舒展 然后这个撇花呢,更短一点点 几乎也是平着出缝 那个撇折点的收笔啊 要比这个撇花的收笔要低 那不要比它高 或者和它平着 然后这个横画呢 倾斜度就要更大了 差不多这个样子 那么相对而言 这种呢,更为美观 这是这五个字的一个楷书的大致的写法 那么我们列举一个字啊 一个火字 火这个字呢 写行书的时候呢 有两种写法 就是呢 一个是把最后一个纳法处理为正纳 还有一种写法呢 是处理为反纳 那么这个字呢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楷书写法 差不多这种感觉 那会儿也是比较舒展 那么写行书呢 写行书的话 撇花可以更短 这个点花可以更长 对吧 这个地方呢 可以比这边低很多 对吧 也可以 就不能比它高 凭着呢 也行 但是呢 凭着总感觉 就是一种缺少变化 对吧 那么和这个火 组合的一个字啊 比如我们看秋天的秋 秋天的秋 如果说写成 四平八稳 是个什么形态呢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确定的去了 这个点花呢 没有太多的舒展 这个撇花呢 收缩的也不够 那么如果我们做这样一个变化 大家看一下 这种变化 这种变化 这个点花呢 比较低 对吧 拉的比较低 这样来看呢 相对于这个来说呢 它的形态上就更为美观一些 好 今天呢 针对于这个 撇缩纳展的这个 规律的分享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感谢观看